HELLO 大家好,我是刺虎 歡迎收看今天的電玩亂報 開頭是上週的影片宣傳 上個禮拜魔物獵人有新的情報直播影片 我有分享了一部跟著刺虎一起看的影片喔 記錄了我觀看當下的反應 大家有興趣的可以去看看 最近還因為牧場物語 感染症與希望的大地推出 很多人在問我 Switch上面最推薦哪一款牧場遊戲 於是我有整理了我玩過的六款牧場遊戲的特色 那部影片目前也還有抽獎活動正在進行當中 大家有興趣的也可以去看看喔 那接下來就開始今天的電玩亂報 首先第一則新聞 七龍珠Fighter Z推出新的DLC角色 悟吉塔 從3月12日開始開放使用 這個角色是七龍珠的兩大主角 悟空跟貝吉塔的融合狀態 只不過這次出的是紅頭髮的形態啦 這個角色也是第三季計票中的最後一位 大家有想要的可以考慮買下來 第二則新聞 魔物獵人崛起公開了一些新的資訊 首先是過去的經典魔物 雷狼龍跟迅龍確定回歸了啦 到時候就在這裡可以繼續狩獵他們了 第二個是武器的交換技能 這次不單單是只有翔蟲技能可以更改而已喔 連武器的一些基本動作 都可以在遊戲中進行調整 這點真的很特別 讓每個人即使是使用相同的武器 都可以有不一樣的狩獵體驗 也可以玩出一套自己習慣的玩法出來 再來多人同樂的部分 這次會根據不同的人數增加遊戲的難度 最基本的就是魔物的血量會變多 不過以前要是中途有人退出 難度是會卡在那邊的 導致留下來的玩家變得很難打啦 這次會在有人退出之後 同時調整遊戲難度 讓大家有更好的遊戲體驗 連線方式這次一樣是最多4個人的集會所房間 但可以在任務開始後加入 在結束狩獵之後可以幫其他的玩家按讚 如果達到互相按讚 就可以直接看到對方的房間 讓沒有互相加好友在路上相遇的兩人 未來依然能夠一起狩獵 我還蠻喜歡這樣的設定 另外這次的魔物獵人 也會在之後透過免費更新的方式陸續增加一些可以狩獵的魔物 目前公開的就是會在4月底發布 讓玩家可以狩獵的霞龍 而其他的魔物目前還沒有公佈 但可以確定的是 這樣延續遊戲壽命週期的模式 真的會蠻成功的 最後擺龍夜行的部分 確實會有很多魔物一次入侵 並且會有很多防禦工具可以使用 可以透過這些工具來擊退魔物 勝利的方式有兩個 一個是要撐到公式結束 另一個是打倒最後登場的強力魔物 並且這些強力的首領魔物 還不會是原本的形態 可能有點類似以前二名的那種感覺吧 還蠻期待的 目前魔物獵人的4玩版開放下載當中 並且新增了更高難度的狩獵 怨虎龍 大家有興趣的可以去下載來體驗看看 第三則新聞 還是魔物獵人 不過這次是魔物獵人物語2 破滅之意 確定將於7月9日推出 這款遊戲是以魔物獵人為主題的RPG遊戲 並且以騎乘魔物共同狩獵的架構向前 故事的開頭就是在全世界的火龍都全部消失之後開始 並且主角獲得了一隻 翅膀怪異的火龍 帶著它展開了一系列的冒險 然而怪異翅膀的火龍 傳聞中 當其拍動雙翼 便是世界毀滅之死 所以故事到底會怎麼樣譜寫下去呢 就只能期待到時候的遊戲推出了 這款遊戲在一代的時候 採用的是回合制的戰鬥玩法 所以如果是比較不玩動作遊戲的玩家 這款遊戲也可以考慮看看 我自己也會想要買下來看看後續的劇情啦 第四則新聞 預計將於6月24日發售的遊戲 邪惡國王與出色勇者 最近公開了一些新的角色資訊 我自己很喜歡這款遊戲的衝突設定 過去他們團隊推出的說謊公主與盲眼王子 也是有衝突的設定 這次的設定是魔王把勇者的小孩養大 並且小男孩幽 從小就聽著魔王說的自己的父親勇者的傳說 也因此很嚮往成為勇者並且打倒魔王 然而他卻不知道 現在養他的人就是魔王 而實際上現在的魔王也早就已經改過向善 還會偷偷的幫助人類 而這次的公開新角色 公主佛羅拉 她的國家曾經被魔王貢獻過 也因此很害怕魔王復出 所以也在想辦法阻止事情發生 而這些衝突的人物之間 會有怎麼樣的故事發展 這一點就真的讓人好奇 到時候有時間的話 我會買下來體驗看看 第五則新聞 符文工廠5除了上週分享過的宣傳影片之外 另外有公布了 如果你購買Switch上的符文工廠4 那麼就可以獲得記錄的連動特點 第一個特點就是 符文工廠4中的兩位角色 塔克跟瑪格莉特 會來到符文工廠5的村莊當中 並且我們可以跟他們培養感情 之後可以一起冒險喔 不過不能結婚就是了啦 另外第二個特點就是要完成剛剛出現的兩個人的指定任務 就可以獲得四代男女主角的服裝 也是真的相當的不錯呢 到時候有玩過四代的玩家 記得有這樣的內容啊 第六則新聞 超貨星戰記ZERO三部曲 預計將於7月29日推出 這個合集我覺得很特別 很多遊戲收錄合集都會是過去的版本而已 這次的三部曲 前兩款是之前的一代跟二代 但三代的推出時間跟三部曲推出的時間 一樣都是7月29號 所以只想玩三代的玩家 可以選擇單買 想要過去一起收藏的玩家 就可以買合集這樣的概念 遊戲的玩法有2D平面的戰鬥的部分 也有俯視視角探索的畫面 我沒有玩過這款遊戲過去的作品 但宣傳影片確實有勾起我的興趣 之後會陸續關注 第七則新聞 這款遊戲是一款POP風格的2D節奏音樂遊戲 收錄的歌曲有超過200首以上喔 大家對這種類型有興趣的可以參考看看 第八則新聞 爆走大鵝 推出了新的宣傳影片 這款遊戲是一款扮演大鵝大殺四方的遊戲 遊戲採用的是2D橫向的玩法 並且遊戲中的大鵝也有很多的攻擊手段 預告看起來遊戲的節奏蠻快的 戰鬥的流程也有很多的攻擊手段 也相當的爽快 目前預計是今年的春天會推出 我是蠻想買下來體驗看看的啦 最後一則新聞 戰國無雙5公開了新的情報 公開了四位登場的武將 前景長鎮、阿四、前田立佳、本多終勝 都是日本戰國時代知名的人物 上次有農機這次有阿四 真的太讓我開心了 反正這款遊戲我到時候會買下來 以上就是本週新聞的部分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 發明通公布3月1號到3月7號 日本地區的遊戲銷售排行 第10名Switch平台 Minecraft賣出8760份 第9名Switch平台 寶可夢劍盾賣出1094份 第8名Switch平台 集合蠟動物森友會賣出11731份 第7名Switch平台 任天堂明星大亂鬥特別版 賣出12052份 第6名Switch平台 Mario賽車8豪華版 賣出14684份 第5名Switch平台 勇氣莫斯陸2 賣出19841份 第4名Switch平台 健身環大冒險 賣出20197份 第3名Switch平台 陶太郎電鐵 昭和平成令和也是基本款 賣出31760份 第2名Switch平台 牧場物語 感染症與希望的大地 賣出33677份 第1名Switch平台 超級瑪利歐3D世界加狂怒世界 賣出53603份 以上就是3月1號到3月7號的 日本地區遊戲銷售排行 牧場物語只有在發售首周 拿下了第1名 這周就馬上下去了 或許也是遊戲中的一些問題 導致的啦 超級瑪利歐3D世界加狂怒世界 表現真的很不錯 以一款移植遊戲來說 能夠維持這樣的水準 只能說任天堂真的很厲害 接下來要看到長時間的霸榜 可能要等到魔物獵人出現了啦 大家到時候可以期待看看 不過 動物森友會近期的銷售量跌得還蠻快的 看來總銷售第1的爭奪戰 賽車真的要穩拿了呢 那在看完銷售排行之後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 日本內天堂公布 接下來這一周 日本eShop即將發售的遊戲 3月16號 阿瑪盧爾王國 重新召喚 動作類 支援中文 3月18號 傑克珍妮 戀愛冒險類 不支援中文 電車GO 奔走吧 三手線 開電車類 不支援中文 Meglem Lord 魔王戀愛類 不支援中文 解鎖磚塊 意志類 不支援中文 奧秘突破 球球不要掉下來類 不支援中文 城市街頭格鬥 詭異格鬥類 不支援中文 RBI Baseball 21 棒球類 不支援中文 屋竹信舟 2D沒預告 不知道類 支援中文 王牌罷工 直升機模擬類 不支援中文 奧運拳擊 拳擊類 不支援中文 溜冰槍手 俯刺動作類 不支援中文 格洛利亞聯盟 藍色海洋中的雙生命運 戰旗類 不支援中文 太空水踏查理 2D動作類 不支援中文 Digidog 2 2D解謎類 支援中文 西曲 俯伏冒險類 支援中文 酒猴功夫之謎 動作類 支援中文 從車窗逃生的貓 解謎類 不支援中文 在光明中 恐怖冒險類 不支援中文 鐵球破壞者 拆房子類 不支援中文 英雄傳說 閃之軌跡4 RPG類 不支援中文 異世界九場六重咒 4.3 視覺小說類 支援中文 爬往四門環 為了看奇怪的圖啊 所以玩得意志類 不支援中文 3月19號 不要開這台 友情破壞類 支援中文 植物大戰殭屍 河墓小鎮保衛戰 射擊類 支援中文 以上就是接下來這周即將要發售的遊戲 真的有點多啦 我自己確定會買下來直播的就是九場了 畢竟要有始有終啦 剩下的啊 目前沒有考慮 接下來這周啊 預計可能會開始玩A列車 到時候啊 會看情況安排直播的時間 那這次的電玩亂報啊 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我會祝福你 玩遊戲都不會卡死關 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記得下次要來看喔 我是赤狐 祝各位有幸愉快